家庭,是社会的基本单位,是生活的最小单元,正如国学中所言,家旗而后国制,国制而后天下平,一个家庭的和谐,是社会和谐的基石,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家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场所,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,他们的言行举止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,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,不是穷,而是父母年迈还在做四件事,你知道是哪四件事吗? 忽视自身健康 孝道,是国学精神的基石,也是维系家庭和谐的重要纽带,在孝经中,孔子曰,父孝,得之本也,孝之所由生也,这意味着孝道是德性的根本,一切教化皆源于孝,在家庭中,我们应尽孝道,尊敬父母,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需求,只有这样,家庭才能形成尊重,关爱的良好氛围,从而达到和谐,健康是人生的基础。 其实,没有了健康,其他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,然而,许多父母在年迈时,却忽视了自身的健康,他们可能过度劳累,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恶化,他们可能忽视心理健康,导致心理问题日益严重,这种忽视,让他们自己陷入了悲哀, 也让家庭失去了稳定的保障。 在为家庭付出的过程中,许多父母会忽视自身的健康,他们可能过度劳累,导致身体健康状况恶化,也可能因为长期的操劳和压力,导致心理健康出现问题,然而,他们却往往对此忽视,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承担的,却忽视了这对家庭和谐的影响。 执着于传统观念 在中国,传统观念的影响深远,然而,当父母年迈,却依然执着于这些传统观念时,他们可能会对子女的期望过高,希望子女能够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。 他们对传统观念的坚持,可能会让他们忽视时代的变化,无法接受新观念,这种执着,不仅让他们自己陷入了悲哀,也可能让家庭关系变得紧张。 在中国,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过高,他们希望子女能够成龙成凤,实现他们未曾实现的梦想,他们坚持传统的观念,认为这是对子女的爱,却忽视了时代已经变化,他们的期望可能对子女来说过于沉重。 另一方面,他们也会执着于传统的观念,如重男轻女,认为儿子才是传后人,这种观念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态度和行为,进一步影响家庭和谐。 孟子曰,爱人者,人恒爱之,敬人者,人恒敬之,尊重和理解是相互的,只有我们付出关爱和尊重,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理解。 在家庭中,我们要尊重父母,理解他们的苦衷,关心兄弟姐妹,体谅他们的难处,这样,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。 父母过度操劳。 国学认为,家庭成员应该共同分担家庭责任,互相关爱,在家庭生活中,我们要克服自私自利的心态,关心他人的需求,主动承担家务,为家庭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正如大学所说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只有我们先做好自己的本分,才能使家庭和谐,进而促进社会和谐。 家庭,是社会的细胞,它的和谐与否,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,然而,当父母年迈,却依然过度操劳时,这个细胞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。 他们承担着家庭的重任,不仅继续为子女分担生活压力,甚至还在为孙辈操劳,他们仿佛永远不知疲倦,永远在为家人付出。 然而,这种过度操劳,不仅让他们疲惫不堪,也让家庭失去了平衡,陷入了一种悲哀的境地。 在中国的家庭中,父母为子女操劳一生,即使年迈仍然不肯停歇,他们继续承担家庭的重任,从家务到照顾孙辈,无不亲力亲为。 他们认为,这是他们对子女的爱,也是他们的责任。 另一方面,他们也会尽力为子女分担生活压力,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,能让子女的生活更加轻松。 然而,这种过度操劳,不仅使他们的身体疲惫不堪,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。 过度依赖子女 父母对子女的依赖,本是人之常情,但过度依赖却可能导致家庭失衡,当父母年迈。 却依然过度依赖子女时,他们可能会对子女的过度依赖,让子女疲惫不堪。 他们可能会对孙辈的过度关注,让家庭关系变得复杂。 这种过度依赖,不仅让父母自己陷入了悲哀,也让家庭关系变得紧张。 一些父母会过度依赖子女,无论是生活还是精神上,他们对子女的过度依赖,可能会让子女感到压力和困扰,影响子女的生活。 他们对孙辈的过度关注,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子女的忽视,进一步影响家庭和谐。 健康的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,是个人成长的摇篮,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,对于个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首先,我们要认识到家庭和谐的重要性,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石,在家庭中,我们要树立以孝为先的观念,尊重父母,关爱兄弟姐妹,共同营造一个温馨。 和谐的家庭氛围,国学经典,校经云,副校,得知本也,教之所游生也,我们要以校为根本,培养良好的家庭观念,为家庭和谐打下基础。 家庭和谐,是社会和谐的基石,一个和谐的家庭,能培养出健康的下一代。 他们具有健康的心理和身体,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。 反之,如果家庭不和谐,成员之间的关系紧张,不仅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,还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,因此,家庭和谐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。 家庭和谐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深远的,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,孩子可以得到充分的爱和关怀,他们的身心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。 而在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,孩子可能会受到心理创伤,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,因此,家庭和谐对个人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强调,家和万事兴,这就是说,只有家庭和谐,才能有更好的个人发展,才能有更好的社会环境。 在这个世界上,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深沉,最无私的,他们一生都在为子女付出,从未索取,当他们年迈时,理应享受晚年生活,安度晚年。 然而,许多父母在年迈时仍在为子女操劳,过度承担家庭责任,作为子女,我们应当时刻体谅父母的辛苦,理解他们的付出,并尽自己所能去分担家庭的重担,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。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。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,作为子女,我们有责任为家庭的和谐贡献力量。 当父母年迈仍在为家庭操劳时,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,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,让父母感受到我们的成长和成熟,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生活的挑战,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,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享受晚年生活。 时代在不断发展,新事物不断涌现,作为子女,我们应该引导父母理解时代变化,接受新观念,我们可以通过与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,学习成果。 帮助他们理解新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,让他们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,摆脱过时的思维束缚。 父母在年迈时,往往会执着于传统观念,对子女的期望过高,这会给子女带来很大的压力。 作为子女,我们应该引导父母接受新观念,让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,应该尊重子女的选择,而不是过度干涉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学会与父母沟通,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想法和需求,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。 父母在年迈时,身体机能逐渐衰退,容易患上各种疾病,作为子女,我们应该定期待父母进行体检,及时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,对疾病做到早发现,早治疗,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。 除了身体健康,父母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,我们应该陪伴父母进行适当的锻炼,如散步,太极拳等,这有助于他们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,减轻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。 同时,陪伴也是对父母最好的关爱,让他们感受到子女的关爱和温暖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,父母在年迈时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 作为子女,我们应该鼓励父母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如书法、绘画、园艺等,让他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,也能保持身心健康。 作为子女,我们有责任为父母提供适当的生活支持,确保他们的生活无忧,我们可以为父母提供生活费、医疗费等经济支持,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生活,时常探望,陪伴他们度过晚年时光。 作为家庭成员,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,我们要学会理解父母,尊重他们的决定,关心他们的健康,尽孝尽忠,我们要关爱兄弟姐妹,帮助他们成长,分享他们的快乐和烦恼。 我们要处理好夫妻关系,以爱为基石,以理解为桥梁,共同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,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责任,家庭和谐才能得以实现。